高雄輕軌大南環路段 市營運到昨天結束 今天開始正式收費 包括壽山公園等站的人潮 相較前兩天是有稍微減少 不過多數民眾表示 輕軌收費不高 加上站點增加 提升了便利性 所以並不會影響搭乘的意願 高雄輕軌大南環路段一二月 市營運期間 適逢過年跟二二八 連假的旅遊潮 加上市營運期間不收費 所以運量成績不錯 過年日運量最高突破五萬人次 二二八連假的平均日運量 也在三萬以上 不過大南環的市營運 二月底結束 一號正式收費 遇到二二八連假 最後一天 各站點搭乘人潮 就有所落差 伯厄大一站 人潮還是頗多 但像壽山公園站 上下車人數就明顯減少 高姐公司表示疫情前輕軌平均日運量是九千到一萬人次左右 去年疫情期間 去年疫情期間降到六千左右 目前國內疫情稍有趨緩 民眾對大眾運輸工具信心恢復 加上大南環路段通車 所以今年目標希望將平均日運量再度拉回九千人次 記者陳煥宇 徐振均高雄報導